我感覺怎麼樣 但是一百零三年 小便都會 黃女士在洗腎五年後 出現血尿情形 就醫檢查發現原來是 膀胱長腫瘤 五年來經歷八次的手術與追蹤 腫瘤卻再次復發 那個醫師就跟我說 你的腰子跟膀胱都拿掉 我說什麼都要拿掉 擔心切除腎臟與膀胱的黃女士 到大林慈激醫院尋求第二意見 泌尿科黃冠勛醫師 為他進行首輔式後腹腔鏡 塑尿管切除術 成功為他切除病罩並保留膀胱 他的腫瘤是在塑尿管 就是在下端的塑尿管的地方 我也是建議做 同側的腎臟跟塑尿管的切除 用手去輔助腹腔鏡的話 他的會有除了視覺之外 還有觸覺的幫助 比較不會傷到腹腔裡面的器官 那也進食的時間也會更提早 醫師提醒 血尿是泌尿道疾病的警訊 而無痛血尿極有可能是長腫瘤 洗腎患者是泌尿道腫瘤的高危險群 潛意復發應多加留意 大海新聞 謝金榮 李明峰 嘉義大林報導 我可以找到